好大一份哦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熊 廉價的尾巴,帶著家人,一起到雲林虎坑,綠色隧道 來走走逛逛,對著假日農產市集 很豐富哦 有表演,有各式的農產 東西又好吃了 好啦,我們就看下去囉 先從蜜蜂故事館開始 哇,蜜蜂不理我 好啦,我們進去看一下蜜蜂故事館 阿熊很早以前就來這邊買過他們的蜂蜜 裡面有很多跟蜜蜂養蜂相關的資訊 看了以後才知道原來蜜蜂有這麼多的用途哦 而且跟人類的農業息息相關哦 跟蜂蜜相關的東西應有盡有 有餅乾,有美酒 還有一些其他的周邊商品非常多哦 他們家的蜂蜜 他們家的蜂蜜 阿熊之前買到滾了乾了 會結晶哦 純度非常高 不是用湯水清菜泡泡 不同的產地,不同的花種 養出來的蜂蜜味道都不一樣 蠻有意思的哦 故事館的外面有他們的咖啡廳 布置得很漂亮哦 想要買奶油酥餅 可是老闆不在 好想買 好吧 先去逛市集囉 走吧 就在前面 就在前面 還有好聽的音樂哦 這一整條好長好長的綠色隧道 在假日農產市集的時候 真的非常熱鬧哦 賣了很多特別的東西 像這個野菜天婦羅 哦 有夠大包的 買一包 塑膠袋快充不下 好大一份哦 怎麼這麼多 旁邊還有做碰藤的哦 旁邊還有做碰藤的哦 看人家做碰藤很好玩 阿雄每次都會圍著他看 在安平老街那邊也有一攤做碰藤的 阿雄有跟他買過好幾隻 不過在這邊第一次看到 這裡也有做碰藤的 很有意思哦 做這個真的要很有耐心耶 那個火候還是 東西沒有控制好的話一下就燒焦了 來了來了來了 路轎路捧 路轎路捧 大家都在看著那個糖慢慢膨膨膨膨膨膨膨起來 很有意思哦 一邊做的時候 旁邊就出現了今天最有意思的一句對話 也是大家心裡面都想問的 都是糖做出來的 你說甜不甜 那很甜啊 旁邊這邊還有一個池子 裡面好多魚哦 小鵝耶 小隻的鵝好可愛哦 超級可愛的 跟妳一起睡 好 買兩個蛋回來吃 一個十塊 旁邊這邊賣很多很多不一樣的農產 價錢都不貴 看了以後都很想買 好可愛 有擠蛋椒 那是蛋椒 梅干菜要怎麼烙呢 梅干菜嗎 首先我們要處理那個 因為那個 那個後兩天台的海底 要拿菜來吃 這個零花 老闆很詳細的在幫我們介紹 阿雄很愛吃梅干扣肉 但是從來沒有自己做過 聽完老闆娘的解說 鼓起勇氣 買了幾顆回來 下一次回來試試 看看好不好弄 攤子很多 每個人都買到粉紅 所以有一些只能 看看就好 今天不買 天賦 那個野菜天賦羅真的超級好吃的 才沒走多久就整包吃光光了 欸 是賣 醃鳳梨的 鳳梨醬耶 這個來煮雞湯最好吃的 買一罐買一罐 東西真的很多 欸 一堆五十耶 三大顆 生菜這樣子很便宜耶 我也要來買一堆 欸 現在東蟲下草的 紫實體也這樣子賣 哇 來 先來試吃一下最新的 芒果鳳梨 欸 真的有艾文的味道耶 買買買 買 忍不住 買了三顆 一顆 兩顆 回家慢慢吃 差一點忘記剛才買的鵝蛋 還在口袋裡面 快拿出來吃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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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超簡單 好像很便宜 紅果泵女 三顆一百萬 小本還要多加一點點 漂亮 三顆一碗 有泵女 我好餓到 這家的鳳梨苦瓜看起來很好喝喔 顏色非常漂亮耶 顏色喔 對啊,雙層的耶 接下來就是這一攤了 哇,這是最近阿雄看過最厲害的結合一年 這些來自於南美洲的朋友們 真是實力堅強喔 我們好好的欣賞一下他們的表演吧 已經急着急到吧 請所有人坐在 Bank前 D��요 ρώ 比較乾淨 一切 厲害吧 下次過來的時候也幫他們鼓個讚 超厲害的 誒,我好像看到烤小捲竿 一直說要戒掉都戒不掉的烤小捲竿 沒想想還要一百塊 要炒栗子 不可以再買了 這個綠色隧道假日農產市集 真的是什麼都有賣,什麼都不奇怪 什麼都有 走到後面以為沒有了 超大菜灘 都是一箱一箱一樓一樓的賣 有夠多 有看過的沒看過的農產品都有 有一些真的很少見 哦,咱家的粥煮烤肉 各位朋友,有多久沒有看過這種門 起碼有二十年了吧 不懂耶 買個肉夾抹來吃 哦,那個孜然跟肉的味道超香的 孜然的味道 什麼味道啊 孜然的味道 那是通跟肉 抓它底還有整個炒 買了一大堆東西 拿的手都好痠 不知不覺走了將近三個小時 這裡是一個蠻特別的地方哦 放假的時候來這邊走一走 逛一逛順便運動 還蠻好的 今天買的夠吃了 過幾個禮拜再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哦 喜歡阿雄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開啟小鈴鐺哦 就這樣囉,掰掰囉